大家好,我是大雪倫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環保萬年曆 環保萬年曆所需要的材料有 舊紙袋還有過時的月曆漂亮的紙膠袋 跟一些造型的木夾還有一些碎紙還有問號工 那工具的話呢就是打動器還有雙面膠還有剪刀 好,我們先來製作環保萬年曆的上面掛的部分 我們其實拿到紙袋之後呢 我們直接取我們要的寬度再多一些 然後就把它拆掉 我們要留的是上面有提把的部分 那有提把的部分 其實我們下面剛剛預留了一個這個寬度對不對 我們其實還要把這一部分拆掉 只留下這一張紙 那這邊的話就是要記得它還是要連著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做那個紙袋來收納這些月份 拆掉了之後呢我們就直接對摺 對摺之後呢我們再用這個紙膠袋做裝飾 其實這個除了裝飾我們還可以順便把它貼起來 紙膠袋的好處就是撕下來也不用怕紙會受傷 好,好 再翻過來呢做一個收尾 這樣子紙膠袋就可以把你的折線藏起來 並且又裝飾到它 好,接著呢我們這個月曆上面有什麼 就是星期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在舊的月曆上 每一個舊的月曆上一定都會有一些星期 那我們其實就是把它拆下來就好了 那就依照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然後等矩的把它用雙面膠黏在這上面 第一個我們可以排星期天在頭 我們也可以排星期一在頭 我就端看你喜歡的 那其實呢整個貼完之後呢 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等距的顯示 那在這個的下面要靠近底圓的地方呢 我們再打洞 打七個洞 分別打七個洞 打好七個洞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做下面這個日曆的地方 日曆呢我們也一樣 直接拿舊的月曆 然後拿這個打洞器 然後呢取這個形狀 這樣子 我們直接看到我們要一號 我們就把它打出來 然後就有一個一號 再把它用雙面膠 貼在這個要的形狀上面 這個形狀呢 的上下都各打一個洞 那我們一共做了三十一個 再加上七個 空白的這個花片以後呢 我們就把它串起來 那我們要用什麼東西來串 我們這時候必須要利用 問號鉤來串它們 這個是項鍊頭的問號鉤 那你們在串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在利用 它的上個禮拜到下個禮拜 其實都是差七天 所以你只需要串一次 之後你就只要每個月在更動的時候 你只要輪替這些星期就好了 那我們在用問號鉤 把它們上下相連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用 這樣子 然後把它勾起來 然後它就串起來了 串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再繼續掛到這上面 再利用問號鉤把它掛到這裡 好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這邊有一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月份耶 所以我們還需要做月份的處理對不對 月份也是舊月曆上面就取得到 那我們其實就直接在這個造型木夾上面 吸上文具店就買得到的軟性磁鐵 然後每一個月份呢 後面也貼一個軟性磁鐵 然後吸上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掛在 把它夾在這 那至於剛剛這些月份 不是有12個月要做輪替嗎 我們就可以把它收納在剛剛做的袋子裡面 這樣就不會到處不見 找不到 那其實打這個洞呢 如果你沒有很厚的打洞機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用一個長條的直線 上面吸我們剛剛說的軟性磁鐵 然後用吸鐵把它吸住 然後這邊也是用吸鐵 就用吸鐵去串連它們 那今天的那個舊月曆改造的環保萬年曆 希望大家會喜歡 再見